好,OK,你們也過來看囉 這邊的話,那個老頭子示範一下 老頭示範一下 那個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樣本放到我們的培養 對不起,我們的撥片上面去 那撥片上面去的時候就是要幹嘛 就是要看東西 上次你吐的口水,你碰的鼻子,你摸的頭髮 它是什麼菌 那請記得,你要知道什麼菌其實很困難 因為它必須要 它必須要看到它DNA去測試之後 才知道它是什麼菌 那我這邊的話,我不曉得它是 它是什麼樣的菌 來,順便上個進口 上次找不到的話 老人家到香檳一次買這麼多 一個三塊錢 然後臭免運,兩百塊免運 來,我們就這個 那一樣,因為這本來是消耗品 只是說好像兩天時間是拿來拿去 會拿掉的 在這邊呢,一樣我們先消毒完 那手部的消毒的話 你可以消毒 消毒完 那消毒完 不用急著讓它 風乾,就讓自然乾 讓它消毒作用一段時間 但是 我現在 手上的酒精 就不要碰火 讓它一段時間 它這燒起來不會怎麼樣 甚至OK的話,我會故意示範給你們看 怎麼燒 這就是沒那麼嚴重啦 好,來 你可以慢慢慢慢特寫 點起來 好,點起來之後呢 我現在要做一個東西 我就是要把上面的大腸桿菌 這上次我們夥伴畫的大腸桿菌 我把它做兩個 這邊的話 你可以拿 你可以這樣子滴 來,麻煩特寫一下 好,那特寫 看到這個 對不對 它一點點的話 其實它可以做 我 不好意思 我教的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一般的話 舉個例子 我這邊會寫個A字 這邊就會寫到A 好 假設這邊是B 這邊就是B 好,那其實如果是在做篩菌 什麼叫做篩菌 篩菌就是說 透過我的方式去把一些可能的菌 可能是好菌、壞菌 不一定 假設說我想篩菌 會產生抗癌藥物的 治癌藥物的 我就會 用另外一個方式去篩菌它 那現在做完這邊的時候呢 我會把它 點A、點B 那正確過程是怎麼樣 正確過程是說 假設我要篩菌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要幹嘛 我要同時觀察它的時候 我會先燒 我示範好 燒 塗另外一個培養機 塗完之後呢 這邊標一個A 因為這個東西 是我要做下一個動作用的 做下一個動作用的 那同時間 再說A這個菌落 塗這個地方 它這部分就保存起來 就下次會用到 但今天我們不這麼做 因為今天我們沒有做到這一塊 那像我們這種發酵實驗室出來的 我們都會 依照你的需要不一樣 那我們考試就是 秉級考試跟實驗 不需要這樣子做 不需要這樣子做 好來 那我先燒 來你可以特寫 好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靠近 沒關係 這邊有這個 來 可以刮一點點 這樣子就這樣 刮一點點 好 乖一點點 來 對不起 好來 然後呢 乖一點點之後呢 懸浮到這邊去 有沒有看到白點 有對不對 有這個白點的話 通常就過多了 但沒有關係 你看到有 好 OK 來 這樣子下去 懸浮 錯開了對不對 江老師它還是卡在上面 對 事實上這邊已經有一點點 對不對 好來 把這個燒掉 我在畫B 江老師 A跟B不是同一個嗎 我們操作過程 標準操作過程 當做它不一樣 把原來的A的東西 全部燒乾淨 燒光了 再換B 好 B就塗了一點點 這樣 OK 有那個小白點對不對 放到B這邊來 那B的話你 特寫一下 這邊就 菌肉就比較多了 為什麼 因為剛才摳在線圈上 我錢是摳在線圈內 好 那我這邊已經沒有用了 沒有用之前 休息之前 我先把它燒掉 以免 霧碰汙染到下一個樣本 所以我先把它燒掉 把上面菌肉燒光光 這個我猜是200年前的那個 前輩們發展出來的 好 然後這是燙的 放旁邊 再來 就這個 來幫我特寫 好 我跟你講就是 人生什麼叫報應 助教都教我們寫45度 慢慢放 慢慢放 放進去 那我都是什麼時候開始放 我當了研究生才開始放 大學的時候就 就掉下去 好 這就是然後看到學生這樣亂丟 就這個叫報應 好 OK 好嘞我們先暫停